早上的10点钟 将近10点钟 今天2018年的5月18号 星期五 早上10点钟 来看看斯文里的整宅 以前叫整宅 现在叫国宅 有没有看到 它有50年 这个50年 这边的住宅将近有50年 今天它都更处 都市更新处 重新在这边打造了一个新的大楼 预计三年完工 12层楼的三年完工 每一个旧有住户 这已经争议了很久了 现在重新住户 终于有了一个房间 在50年前 他们买太多钱 三万块钱一件 50年前 现在价值不得了 价值不得了 各位 这个人 我们台湾太多的年轻人 这个显示了柯市长的办事的破例 在整整的两年 他们把这件事情就办好了 两年 柯P的办事能力也增强 为了大概选举 大概最近很多的国宅 都已经陆续都已经开工了 包括南州国宅 那么这是记者燕国龙 在台北那个四维里的 整载报答